卢比奥称中国镇压穆斯林呼吁制裁新疆党委书记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五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揭露和抨击中国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运动,要求对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制裁。 今天的新疆是一个与朝鲜竞争的警察国家,有着对南非种族隔离秩序正式化的种族主义。 卢比奥在文章中引用一位作家的话说。 毛泽东的文革习近平的政治在教育他指出,在教育营这个词让人想起毛泽东的文革,或是共产党统治的越南。 但是这种形式的镇压仍存在于习近平的中国。 他的政府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一场政治在教育运动,目标针对的是维吾尔穆斯林群体哈萨克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 卢比奥说,中国在在教育营里拘留了多达100万维吾尔人。 虽然中国当局否认这些营底的存在,但卫星图像显示最近在新疆建造了大规模建筑物。 他表示,在那里被拘留者遭受酷刑不予医疗单独监禁,剥夺睡眠和其他致命虐待。 他们还被迫接受洗脑。 他说,在拘留营外,中国当局镇压穆斯林信徒的宗教认同,宗教习俗遭到禁止。 卢比奥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应受谴责行为的后果,但他指出不会再这样了。 卢比奥建议美国政府对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制裁,作为中共政治局委员。 他先在西藏获得了镇压经验。 他任新疆党委书记之际也是在教育营地扩大之时,他便是为一个黑暗手段的创新者。 他的建议还有,所有协助在新疆建立大规模拘留和监视设施的政府官员和商业实体也将面临制裁。 美国商务部和州政府应将中国国家安全机构添加到受限制的最终用户名单中拒绝向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国有媒体公司的高管和行政人员发放签证,指导数十名为自由亚洲电台工作的维族记者和家庭成员获释。 46位异议人士首次公开支持维吾尔人抗争星期五,46位旅居海外的异议人士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发表一份联署呼吁书,抗议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政治迫害,呼吁美国政府对北京当局施压,要求联合国出面调查。 有网单、胡平、滕彪等46位中国异议人士联署的呼吁书说,从多种消息来源,获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在发生害人听闻的人权灾难,中共当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修建了大量的政治在教育中心,不经任何司法程序随意抓人,剥夺其人身自由。 呼吁书说,在教育中心普遍存在虐待与酷刑,因虐待与酷刑致死的消息频频传出,已经被证实的著名死亡者有维吾尔著名伊斯兰学者官方许可出版《古兰经》翻译者穆海穆德。 萨利阿吉、自治区医学院院长帕利木、拉提乌普尔以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昆、艾莎的母亲等。 由于家长被关押大量失去父母照管的儿童则被送进拥挤不堪条件很差的孤儿院。 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统计数字,新疆维吾尔人去年2017年遭到刑事逮捕的总人数超过22万7000人,比2016年的27000多人增加了将近8倍。 2017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被以刑事最逮捕的人数占全中国统类人数的21%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仅占全中国人口的1.5%。 呼吁书 唯吾尔民族正面临一场生存危机 呼吁书说,唯吾尔民族正面临一场生存危机。 面对如此严重的人权灾难,一切真是人权普世价值的人们不能沉默。 呼吁书强烈抗议中共当局一手制造的野蛮暴行,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政治迫害,关闭政治在教育中心释放伊利哈姆,土赫提和海莱特,米亚兹等一切良心犯。 呼吁书敦促美国政府继续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而发声,进一步采取有效手段 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并要求联合国出面调查,并对中共当局的恶劣行径予以谴责。 北京植村荣誉主编胡平说,这个呼吁书也许是海外民运人士及其他人士第一次以联署的形式, 集体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抗议以及对维吾尔人等维护基本人权的抗争表示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